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欢迎又回来有声速的后期教学 这期教下大家 一些提高做对语和后期工作效率的技巧 第1个 音频标准化 好多时候别人给我们的音轨 每条的音量大小都不一样 这样子做后期的时候 平衡音轨音量就变得非常麻烦了 又或者某个主播录的音轨 里面的电频忽大忽少 那很容易就导致观众 听不到电频小的内容了 例如 我 所以我们先给这些音轨 都做一个音频标准化 先把要对语或者后期的音轨 都拖到工程里面 然后Ctrl加A 选中所有音轨 点击鼠标右键 找到音频 点击音频标准化 就可以看到 标准化之后 所有的音轨电频大小都比较统一 这样子我们后面处理会比较方便 特别是一些波形 原来很小的音轨 例如这个发育不良的音轨 做了音频标准化之后 就大很多了 实际上这个音频标准化 就是把不同电频大小的音频文件 放大标准化到一个 既不吸针 又有着比较统一的音量大小的状态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 声音忽大忽小的情况 这样子我们后面做压缩时 做去齿音时 也是比较方便的 不用老条压缩器的预值参数 所以这个音频标准化 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懒人 然后是对音频着色 选择某个音频文件 然后点鼠标右键 点左边这个 颜色块块 调色板就会弹出来 点击里面这些颜色 就可以对音轨着色了 我们对轨时 可以根据画本上面的颜色 来对不同音轨着色 这样子对轨的时候 也就一目了扬了 只看颜色就知道 这是旁白 还是哪个KLF角色 然后是标记功能 我们点这里 这几条杠杠的标志 这里隐藏了好几个功能 我们点标记 这样子标记鬼就出来了 我们把光标 放到某个位置 然后点这里的加号 就可以添加标记了 双击标记的小旗子 还可以给标记改名字 点减号可以删掉标记 那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 例如对轨的时候 你对到这个位置 发现等着做后期时 要在这里加音效 那可以提前在这里 点个标记出来 那后面要搭建音效场景时 看到标记就知道 这里要加音效了 这样子效率就高很多了 实际上做歌曲粉音的时候 也会经常用到这样的标记 例如标记出歌曲的段落 这样子粉音的时候 就不会点半天 都点不到想要的位置 对于我们做有申输后期 也一样的 提前把标记顺手做好了 那后面工作效率就会高很多的 而且除了这里有标记鬼外 其实还有其他功能的 例如这个标词 原来的这个标词 是以BPM小节为单位的 对于我们有申输后期来说 没啥卵用 所以可以加一个 以时间长度为单位的标词 这样子可以准确看到 音频的时间 这样子加开头结尾 就方便很多了 最后是吸附功能 关掉它 对的 我叫你关掉它 所谓吸附功能就是 我们拖动这些音频片段时 它会自动挪到对应的小节线 或者以小节的多少分音符来挪动 对于我们有申输后期来说 不但没啥卵用 而且还经常捣乱 有时候你死活拖不到你想要的位置上去 所以直接关掉这个 没啥卵用的吸附功能 这样子做有声速对轨 发展后期时 就利索很多了 好了 一些提高效率的技巧 就说到这里 如果还没买生卡 发筒的同学 可以找楼主买哦 绝对不坑小白 粉丝还有优惠哦 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生卡 话筒 耳机 音箱 等等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楼主的卖哦 买设备找愤怒的调音师 某宝搜索 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主的京东店也已经开了哦 京东请照声乐器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